人类一生有很多事是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的 导演郑琼花费了六年时间 跟拍了三位出生迥异的中国少年 他们终有的来自偏远的山区 也有的来自一线城市的富裕家庭 但他们的共同点是 都在最灿烂的年纪 各自寻找着人生的大海 在湖北咸宁高中读书的徐家 跟大多数学生一样 坚信高考改变命运 只不过他的高考之路比一般人要更加曲折一些 又一年的高考成绩出来了 老天跟他开了个玩笑 他的成绩依然是497分 跟去年一模一样 得知这个结果的徐家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最终还是学会了向现实妥协 他用考得上考不上无所谓 来掩饰自己心里对失败的恐惧 徐家虽然也曾考虑过放弃学业出去打工 但父亲的遗愿是希望他能够考上大学 母亲也坚持认为 他必须在高考中找到出路 因此他还是将复读之路走了下去 开启了自己的第三次高三 在他的复读生涯中 他经常迷茫 曾经紧张到手心出汗无法做题 终于在09年放榜后 他在榜班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如愿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后 徐家却依然需要面对沉重的现实 学校的宿舍略显拥挤 桌面上放着电脑和瓶瓶罐罐 墙上贴着明星的海报 室友们偶尔会一起讨论新闻八卦 但讨论的更多的是找工作的事情 学校里面贴满了各种考验出国的海报 但徐家都很清楚 他的家庭状况不允许他在学业上继续深造 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 维持自己的生计 但现实是残酷的 工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找 在网上海头的简历 很少有能接到面试通知 好在四处碰壁的徐家 最终还是成功签约了一家电力公司 他和朋友们一起去买了一台iPhone4 说等自己工作两年混好了之后 再去买一台iPhone6 签约了新的公司 徐家还是心里不踏实 有点忐忑 有种把自己迈出去的感觉 他知道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 很多东西都是不公平的 但他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 而且会努力去改变这种现状 几年后 徐家和恋爱多年的女友结了婚 徐家觉得 家里这个环境尽量早一点成家 让妈妈也少一点辛苦 少一点分担 对妈妈来说 儿子结婚了 是个很重要的事 结婚后 他就不用再那么操心了 徐家和妻子利索地收拾着婚房 现在该由他们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生活在北京的袁寒寒 则没有高考的烦恼 他是一位家境优渥的艺术生 母亲帮他办了休学之后 他每天的日常就是在家里 无止境地幻想 看书看电影 或者逝去街头画画 他可以毫无压力地在镜头间创作聊天 吐槽自己的老师和家长 可看似生活悠闲的袁寒寒 也有着自己的恐慌 给他带来恐慌的不是生存问题 而是精神上的空穴 他害怕自己会一直这样无所事事 他认为如果这个状态 只是一两个月或者半年还好 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几年 足以把自己逼疯了 他的母亲想开一家咖啡馆 袁寒寒就租了一间小房子下来 自己画墙壁买原料 17岁的他装扮好了咖啡馆后 在小胡同里放着歌做着扫除 充满干净地开启了自己的新视野 他对未来没有太多想法 没有想过自己想成为什么阶层的人 只觉得自己不要被饿死就行 而没有人会被饿死 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想被饿死 就不会死的 如果真的想死 即使再富有 最终还是会被饿死 后来袁寒寒去了杜塞尔多夫念书 还养了一只兔子大哥 袁寒寒说自己情绪不稳定 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 自己也受不了化石 一到化石就觉得自己不舒服 胃疼 假期袁寒寒回了国 也许是之前无所事事的日子 给了他警示 比起到处晃有 他更愿意工作 因此他在上海找了一家公司实习 袁寒说他以后不想待在德国 德国太无聊 他说德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 人民都像一块块小石头 国家希望他们能够一个个整齐的满好 他对未来依旧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打算 他最想做的是满世界下转悠 不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最好 想先看看别人都是怎么玩的 然后再看看这个环境缺少什么 第三位主人公马百娟 则生活在甘肃山区 已经12岁的他还在上了小学 他们班上一共只有几个座位 老师操着一口方言给他们讲课 上完课后 马百娟有时候要往江里做农活 做完农活天黑了 一家人便围坐着一小碟咸菜吃晚饭 第二天天蒙蒙亮 马百娟就着水吃了几口馍馍 背着大大的书包去上学 拿着几毛几块的零钱 去买学业要用的本子 马百娟的物质条件可能比不过许家和袁安寒 但他的脸上却时常画着笑脸 还会和同学一起趴在床上读书写作业 也会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居外面画画 老师在课档上念着课文 我的家乡真好 课文上说 过去我的家乡 农民叔叔爷爷们靠着毛驴车去集市上赶集 现在在柏油马路上 车辆穿梭 好一派热闹景象 马百娟认真听着老师讲课 听得津津有味 然而镜头一转 他们学校外只有灰秃秃的水泥地 山区里也只有曲折的小路 并没有什么柏油马路 后来马百娟手续都没办就退学了 马百娟表哥去问老师情况 老师说马百娟昨夜都能写得了 学习还是有动力的 如果可以 还是希望他能继续念书 能不能考上大学不说 但起码小学初中要念完 尽管老师无奈 马百娟也无法继续自己的学业 马百娟的表哥今年21岁 他们家父母年纪很大 整个家基本就靠表哥一人 他搬到宁夏的前一年 得了牛皮血 一直没有钱治疗 表哥16岁就出去打工了 现在在一家宁夏的陶瓷厂干活 陶瓷厂工人最高的工资是3000元 有时候还会拖欠工资 马百娟辍学后出去找工作 但他只有15岁 而且没有任何专业技能 他说自己可以扫地 面试的人说这边都是地毯 没有地可以扫 要在前台工作也需要学会电脑 马百娟到这时才真正显得有些迷茫 手足无措地在地里瞎逛 他回到村子里 和村子里的几个年轻妈妈聊着天 年轻妈妈们再比谁的运度更大 一个人想要活下去很容易 但是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却很难 马百娟曾经在镜头前读过自己写的作文 说自己长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学 上完大学还要去打工挣钱 每个月要挣1000元 因为我家面不够吃 我还要盖房子挖水井 因为我没有水池 不知道马百娟这辈子 还有没有机会继续上学 不知道他一个月到底能不能挣够1000块钱 不知道是不是那些年轻妈妈 才是马百娟的未来 我原以为这部纪录片讲的是阶层差距 讲的是个人努力拼不过命运 但是单杠纪录片本身 导演并没有刻意去卖攒或者贩卖焦虑 也没有去吹嘘或者贬低物质富裕 而是客观地点出了不同阶层的迷茫 马百娟的生存压力 徐家的家庭责任 远寒寒的自我实现 都是他们在各自位置上 切实感受到的压力 身而为人 不论是锦衣玉食还是风餐露宿 每个人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困境 面对的挑战 都要在各自的背景下找到出路 影片中三个主角的出路是什么 每一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地拿海了出来 在导演看来 他们的出路与经济条件也许并没有太大的关联 更多的是一种观念上的东西 但是导演能够在影片中却模糊阶层的固化 却无法在影片之外消除阶层差距的影响 这部影片拍摄的起点 是袁海岸的母亲找到郑琼 本意是让他拍一个天才少女的故事 但被郑琼否决了 郑琼按照自己的意愿 将三位年轻人共同作为主角 用自己的积蓄拍摄了他们的故事 其中的过程十分曲折 而到了拍摄后期 马百娟的父亲 非要让郑琼拿钱给他们 不然就不拍 有时候影片拍摄的背景故事 比影片本身还要真实 在不同的家庭资源教育下成长的孩子 受到的教育和景想千差万别 有些思维上的束缚 靠自己的力量的确很难打破 纪录片在袁寒寒的一段独白中结束 也许正如导演本人所说 出入不仅是物质的 更是精神的 是心灵的 出入不是外在的 更是内在的 出入不是社会的 更是自我的